现在针对气暴的灾区相关单位也陆续展开复原的工作 由于高速政府评估当地重建需要19亿元 希望中央能够编特别预算 但是行政院长江一华已经提出了三部原则 包括了不再编列特别预算 不订定专法或是特别条例 让很多的民进党高雄级立委非常不满 痛批行政院在灾民的伤口上撒盐 蓝绿领委今天也特别分别到了行政院拜会江一华 进一步要沟通重建的经费跟后续问题 高雄气暴复原工作中央地方动起来 不过灾后重建该怎么做 行政院长江一华宣布三部原则 不订定专法不仇设专责机关 更不编列特别预算 此话一出让民进党八位高雄级立委好生气 江院长在他的关怀跟正在完了之后 回到了台北回到了行政院却变了一个人 他竟然正式的召开会议做出了三部政策 我们想请问江院长跟马总统 说好的权力协助在哪里 说好的权力救灾在哪里 统筹被罪款不是地方政府就紧急需要 有重大事项给地方用的钱吗 这个是救命钱 为什么行政院钱不拿出来呢 江一华表示先让地方政府动用预备金 如果不够中央再来协助 高雄立委全站出来 痛逼江一华冷血无情 而身旧救灾指挥官的国民党立委黄昭顺 则希望政府拨经费能够一次到位 高雄市政府本来就有灾害准备金 就是他不足的部分行政院长同意 就是完全由行政院来支持 行政院跟我们所有高雄市民永远站在一起 不管是19亿或者是多少的灾后重建的经费 我们的原则就是只要高雄市的相关救灾经费不足的地方 我们行政院一定全力支援 虽然蓝绿两党多位高雄及立委 先后到行政院沟通 不过江一华还是不改立场 但承诺会全力协助 然而事发至今相关原因跟责任都还没厘清 朝野双方就先为救灾经 吵个不停 有电TV张成本 达尔 刘宇轩 台北报道